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一茶匙半的盐巴和胡椒粉 穿上手套将其搅拌均匀 不放入一滴水 搅拌的过程中沙格会出水 搅拌均匀后可以拿一个来 试吃看看是否够咸甜 咸来自盐巴 甜来自沙格 把搅拌均匀的沙格就像饰品里 那样放在豆皮上面卷起来 豆皮有点破也可以包哦 煮打不浪费 多余的也可以拿来煮汤 捲起来后按压一下就会比较时 不容易掉线 接下来记录拌均匀的做法 我也怕我下次忘了怎么做 无聊的话或者已经明白了 请按快键直接跳下个步骤 留意手势 全好直接放在铺好香蕉叶的蒸隔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提醒 豆皮也有分咸和无味斗 还有豆皮也分厚和薄斗 小提醒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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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排方便蒸 水煮开后放入全好的光枪 大火蒸十分钟后 拿出来放凉再切 十分钟后 拿木筷子插进光枪里 如果煤粘筷子代表已熟 待凉后斜刀切厚片 锅里倒油 待油热后 再把切好的光枪放入油锅里炸 这个油炸过程会有点长 无聊的话请按快键 煤粘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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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